我現在開的是一台2008年的YARIS 其實車頂有點老 前方有測速照相 剛好看到前面有一個測速照相 我們來試試看它準不準 有前方看到一個黃色的牌子 寫測速照相 這是另外一台導航發出的信義 它比較晚說 PapaCode是比較早說的 看到左前方有一隻 但是呢 你看通過的時候它一巴巴兩聲 告訴你照相機在這裡喔 回到說這台2008年的YARIS 其實車頂有點老了 所以當今天換上這個抬頭顯示器的時候 有點感覺老車有點回春了 感覺這個整個駕駛的爽感 真的是爽感 爽感 爽度也可以 只真的有提升 所以我想說因為這個位置還是很多人就是 應該會覺得還蠻納悶的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那不過呢 我們一天的一個試駕下來 也發現YARIS 人是習慣的動物 那你看了一天它在那裡的時候 前方有測速照相 這次兩個都同步講前方有測速照相 回到剛剛講的話題是說 人是習慣的動物 那我們試了一天之後 還真的覺得慢慢習慣了 那可能到明天之後呢 就覺得沒有它不行 它發兩聲這代表測速照相已經過了 這是一個貼心的設計